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非常欢迎您 非常感谢您准时收看 娱乐漫谈 Simon Chiu 赵世文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见面了 是 Simon他已经在保险行业 从事3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是连续15年都拿到 在保险业界最高的荣誉的MDRT Top of the Table 那他又是健康保险 又是理财规划 反正跟理财有关的任何的保险 他都是专精他的专业 好今天要来给我们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讯息呢 最新的讯息 首先这个融资理财计划 这个概念 跟大家再重温一次 因为我们过去在我们 这个专访以内呢 已经介绍过不同客人 所参加这种类的 融资理财计划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位女士 她是一个Dentist 医疗界 对没错 医疗服务人士 所以我要在这个时间 也用几分钟 感谢我们医疗服务的人士 过去这个疫情 对待我们所有大众的服务 现在也是该时候 让我这个理财师 回馈大家 所有如果您是一个医务的人员的话 无论是医生 牙医 针灸师 护医师 是 护医师 RN 对 medical assistant 那甚至也有 Nurse practitioner 那所有这些人士呢 过去都已经成为 我们这个融资理财计划的客人了 那现在再提醒大家 如果您有亲戚朋友 或者其他的 都在这个医疗服务行业里边的话 也把这个信息 提供给他们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现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钱的人 怎么能够做到更有钱 哎呀我也想知道 How the rich gets richer 对不对 所以第一 很简单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秘诀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access to capital access to capital OK 就额外更有更大的资金 对 去投资 放大 没错了 第二呢就是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叫做分化投资 资产分化 没错 那第三呢是tax efficiency 一定要善用tax的这个法则 让自己不要浪费自己的税务 没错 而且呢税务上自己可以得到免税的收入的策划 这个要靠你了 没错 这个靠我们这个专业提供给大家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screen上呢 这个融资理财是怎么work 那第一呢 基本上大家看到左边呢就自己放一部分的钱 然后右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三对一的融资 就是银行放钱在你们的计划里面 没错三倍 银行融资这个概念呢我们叫leverage financing 其实好像您在买房子一样啊 对啊没错自己付一个down payment 然后其他的钱是来自于银行 帮您finance这个property 那我们用同样的形式 帮大家设计一个成功的理财计划 就用这个financing的形式 那么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会不会在您的credit report上修出来呢 不会 这个反而不秀 没错 第二呢您去做贷款的形式 就是通常你就post一个collateral 这个抵押 我们这个计划不用 不用 第三通常你都要付利息 因为你贷款形式付利息 每年这样很麻烦的啰嗦的做法 我们这个超级计划不必 我们全都累积在您的账号里边 规划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融资理财怎么work 您放一块钱 我们的银行match三块钱融资 1比3 没错了这个就是怎么有钱的人 变得更有钱 我们这些牙医 今天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好几个个案 其中一位个案呢 就是一位牙医 他现在是年纪50岁 他帮我们设计这个融资理财的计划 我待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细节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融资理财怎么work呢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screen上呢 有五个小piggy 那这五个小piggy呢 就代表自己放钱进去这个计划 另外这些降落上的piggy呢 就是银行融资的资金进去您的账号 所以银行资金 两个合并在一起 进去您的账号 对了 所以非常安全 您不用担心 也没有什么风险的了 那这个融资规划是这样安排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位50岁的女士 牙医我们最近有很多医务人员 帮我们做这个理财金融规划 那么其中一位这位很特别的50岁的dentist 牙医他已经在自己的牙医诊所里面 帮自己设计了很多define benefit 催修账号的retirement plan 这define benefit 他已经有了41k 有了pension 有了所有其他都已经做了 现在他缺了什么 是缺了一个tax free income的计划 他就需要这个计划 免税的收入 没错了 他需要这一套计划 因为就算是他现在 在他define benefit plan里面 有200万300万这个资金的话 一半都要给uncle sam 付完税之后 剩的net不是太多 所以他一定要设计这个融资理财计划 可以做成他免税的规划 所以这位女士呢 是免income tax 免income tax 没错了 那么他每一年只放进去5万块一年 5万块 只放5年 大家可以在视频上看到 他放25万 总共是25万 那么银行的match接近三倍 大概是59万一 大家看到59万一 总共下来呢 未来这10年 他的account里边 总84万的累积增值的本钱 让他去增值 那么这个计划 我们预计哈 他65岁退休的时候呢 他每一年的income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年是5万4一年的income 如果我们预计他的年纪 65岁退休 一直活到90岁的话 总共5万4成 这26年下来的话 他可以领到 140多万 140多万 这个是属于免税的收入哦 那就等于他税前的话 已经200多万了 200多万了 没错 其实就等于他的define benefit 现在那个amount 对了 所以你看 他只需要每年放5万进去 放个5年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而且呢 除了这个以外 他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人受保险 危重疾病 长期护理还有200万这个benefit 为自己设计的200万哈 那么继续再讲下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那这位女士呢 很好奇的去问一下 实际上他这个免税理财规划 跟别的投资有什么分别呢 大家可以再screen看一下 如果利用我们这个融资理财的话 他总共领到的收入是140多万 左边第一个column 第二个column呢 不利用融资理财的话 光自己做一个理财计划 大概可以得到80亿万4的income 那这两个都有保险的项目 包含在内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 那这两套呢 都是利用保险公司设计 第三个column 72万的话 就是属于after tax 就是brokerage account 然后第四呢 就是tax free 或者是tax defer 的讲法 就是他的401k defer 那大家可以看起来 这四个比较起来 其实第一个融资理财 出来的效果是最大的 免税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topic 如果关注朋友 对这个计划 有动心 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一定会增税 嘛 个人的税 公司的税 还有遗产税等等 那么如果今天8分钟 不能让您太明白 请按照荧光屏上的电话号码 打个电话给赵世文 请他替您预约一个appointment 您就可以更明白了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走开